我会选 可是不是参选 是辅选 话说直白 要扮演抬教者角色 之所以镜头前说清楚 是因为蒋万安宣布不选后 他又被点名 回锅再战 我已经很清楚地表态了 我是辅选 抬教 而且我是提名小组的成员之一 我并不适合来参与台北市长的选举 其实不止豪龙斌被点名 包括前行政院长江一华 前交通部长叶匡时 还有台大教授李席坤等都被党内点名 对于早已备战许久的丁守忠来说 很不是滋味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党内有少数的人 三不五十啊 这个躲在幕后啊 这个一直在点名这个鼓吹那个 然后唱衰舞啊 这种情形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时代有一点脱节了 丁守忠展现自信 立拼初选出现 除了他目前国民党内还有郑立文表态 但党内初选其成还没敲定 对阵敌手柯文哲谁又最有战力呢 整个中央的执政状况并不理想嘛 那现在他们也没有浮现出来一个一定可以胜选的人选嘛 所以他们最后会选择跟柯文哲合作 其实我跟你讲啊 选举的东西啊 对我来讲我还是 我还是照我的步骤走的 就是竞选连任的人啊 把市政做好就好了 布局2018选战 国民党紧罗密鼓 能不能夺回北市执政权 寻求强棒 势必是首要考量 欢迎学问 柯华民旅家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